大家好,我是小崔 在学校阿姆又开始吹牛逼了 同学没一个人说话啊 就他自己在那吹 打扫卫生的时候 阿姆回忆了拓海的不败战绩 这时候夏树来找拓海了 说要给拓海拿一百万买车 拓海能不能天天陪着他 教授大家一顿夸拓海 高桥梁界送来一把玫瑰花 约战拓海 拓海跟夏树出去约会了 夏树看出来拓海心不摘烟 拓海说自己压力很大 那小子老厉害了 夏树说你心里老想去了吧 你就看着老实 其实老倔了 夏树知道拓海为了他打架的事 亲了拓海一下 阿姆发现最近拓海待得太厉害了 接着说昨天我看到他跟个女孩出去了 阿姆气完了 阿姆开车的时候问拓海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拓海说亲嘴的 拓海正在为以后的事情代忧呢 阿姆说你是不是想亲嘴以后的事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拓海啊 瑞德赛斯 贤泰跟齐杰练习呢 贤泰说你让86来赤城啊 你要不跑就让我来跟他比 齐杰告诉贤泰 赢了众礼 咱们就去办他 拓海也是直眼了 大家以为他是为了女人混迷了 要带拓海去妙艺看比赛 晚上送豆腐 他爹爹告诉他 他现在能在秋名山坐的 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坐了 拓海这时候呢 好像有点开窍了 阿姆在学校让拓海晚上一起去看比赛 拓海发出了我的世界村民的声音 拓海为了省点高数费 迷路了 齐杰跟钟李懿 省点垃圾话 钟李懿说 妙艺可不好看 一会你别摔死了 齐杰说 我看你有点得瑟 你是不是有点趴近身 拓海来了 全体斗行注目里 比赛开始 咱拿梁界开始分析上了 FD的武器就是高速转往 可别忘了呀 齐杰 320跑 FD跟在后边 钟李想快点摆脱FD 但是这样呢 轮毯有点扛不住 两界打电话 知道起届比赛非常顺利 这时候下雨了 刚下雨的时候呢 特别危险 因为路面老滑了 怎么好就得干出三道 3-2打开了渔术 FD没有开 最后就晚到了 FD加速 跟3-2并排 FD在外线 用路键过腕 赢了3-2 钟李说 运气不错呀 小伙子 起届告诉他 我是一直保护着我的轮胎 摔截 到最后一段下散 才决胜负 完完全全是大局外赢你 贤泰想要跟拓海比雨上 拓海大赢了 让阿牧座后座 当配重 贤泰是 于中老四季了 因为下雨 票移不费轮胎 省钱 所以他就专门跳下雨天去练 拓海自己下雨天 也不敢开太快 撞了他八阵揍他 比赛开始 贤泰临线拓海随后 阿牧在后座惨叫 八六起跑 没有尽全力去跑 梁介跟起届表示 对拓海在雨天 怎么控制车 很感兴趣 阿牧在后座起飞了 姜跟迟无发现 哎呀 那于天能跑啊 他天天送到 闲泰想 你这绝对追不上 下雨天谁也不好死 紧接着八六一个票移 观众看傻了 干才那什么玩意儿 车上发出了叮咚声 八六虽然看不到SL4 但一直在努力追 SL4觉得今天状态老好了 这一下能一战成名了 不是起届也不是梁介 心里话还没出法事 八六虽出现在他的后视镜 贤泰有点怀疑严胜了 这才几个玩意儿 这就坠上了 八六紧紧的咬着 SL4过往 八六在内线轻易的烧射 贤泰这时候怪雨了 雨呀 你也不是我好哥们儿了 是吗 钟离跟起届说 大魔王该登场了 叫做让大家合计 为什么给阿牧放后组 最后同意答案了 说因为阿牧太能叫稳了 店长说是为了配重 回家 拓海看到八六仗了 西西撤来 图如贵寺给文泰打电话 告诉他 拓海现在很出名 阿牧连车 拓海帮忙指导 瞎上那时候 拓海说 自己不知道比赛之后 会发生什么 阿牧让他专心 眼前的比赛就好 加二搞到了 梁介三年前的比赛视频 当年梁介叫白色灰星 三道不用多说 场地比赛都连战连上 还刷新了新赛道记录 从来也没输过 不被神话到现在 都没被终止 主要就这儿 还没用全力跑呢 没有人知道梁介 全力跑 到底是啥随便 夏叔问拓海 女朋友跟车要哪个 拓海说 开车是个很深奥的学问 夏叔说 你太色了 夏叔说 拓海开车摔带了 想去看比赛 又不敢去 希望拓海别处事故就好 梁介受到了 职业赛车队的邀请 梁介说 我可不能干职业 好想闹才过眼 文泰改了悬挂 带店长除去四跑 店长 我要下速了啊 说完文泰就冲出去了 第一个半道票一半 文泰把烟套出来了 店长说你干啥呢 文泰说 没啥 有点想抽烟了 梁介改了悬挂跟引擎 马力调到了260匹 为了赢 也是不折手段了 梁介自己也感觉到 有点羞耻 但是也不能输 这是坠言之战 企介跟FC跑一下 发现马力限制 反而出外更快 别人说脱海赢不了啊 阿摩很生气 大伙都说这是横杠级相扑 跟新手的较量 磁骨不相信脱海能赢 毕竟是个高中生 但店长觉得或许差不多 因为脱海是文泰的儿子 是个精神病的儿子 SIL霸凌也来了 杀雪真指准备给霸溜加油来了 高桥兄弟也上散了 梁介说 这次如果输了就会掩退 执行自己别的计划 但是梁介就觉得自己 能输给两个人 一个是自己的弟弟齐介 霸溜这时候上散了 齐介说是这小子包 梁介说 现在我可能谁都不会输 今天我就给你展示一把 什么是全油门票移 这次比赛前没有技能 梁介给拓海移动挂 说年纪轻性就有这么狠的技术 琢磁让人钦佩 拓海更谦虚了 我就是跑的多 没有什么技术 就是你们把我告看了 梁介说整吧 今天绝对是个愉快的夜晚 货报员逐指人员全部到位了 店长给文泰打电话 问拓海能不能赢 让文泰给挂了 夏树也骑着志行 来看比赛来了 比赛倒计时开始 两台车一起冲出去 梁介让霸六现行 第一个万道 俩人离护栏都非常近 来个双人票移 大家看梁介票移太细袭了 梁介票移了 梁介发现拓海进步了 以前的缺点都没了 我得稍微改一下作战计划了 但结果还是改变不了 我的最快理论呢 是最屌的 店长给文泰打电话 告诉文泰拓海零线了 老快了 那票的那家伙 文泰说你可冷静点吧 后坠比线行更要有力 后坠的还能观察前车的线路 节奏 随便狠点还能模仿你的跑法 前车压力太大了 要是全力跑 你还甩不掉 你不得合计后车实力 超出你狠度了吗 拓海那是策略是零 现在指定老叫绿了 说完文泰就把电话给挂了 然后自言自语 那小子能速吗 不 梁介一直紧紧咬着拓海 他们的速度比平时叫刘赛速度还快 如果这个速度跑完 就创下了秋名山记录了 山上持骨又说丧气话了 说不求拓海能赢 平安就行 这时候拓海已经牛续了 因为开再快也甩不掉 开始怀疑自己了 感觉自己要速了 梁介这时候回去 这小子太猛了 这也就是我在后面 模仿他的线路跑法 我自己一跑绝对不好死 马上要到五连法车万了 霸六超速入万四五 梁介找到机会 内线超过霸六 FC这时候想一口气干服他 赶紧跑 不能给霸六六传奇机会 这么跑下去 能零线超级路12秒 但阿牧还是相信拓海能逆转 梁介开始跨上FC了 转直眼情 弯道绝对不能输给霸六 霸六没放弃 一直在后面追 洒血看出霸六的路线要比FC好 这不一定谁能赢 拓海以为这被超越了 不得一下拉开呀 结果没有想到 拉开的距离越速越短了 我还有机会呀 越来越近了 我有机会啊 梁介这边前台抓地力已经不行了 因为前面模仿霸六模仿的太像了 这时候霸六坠上来不少 拓海想起了他爸锁的另一种排水蛆锅弯 但是拓海只是听他爸锁过 也没用过 这回他准备试试 一个弯道 拓海立刻进去了 立刻坠上了梁介 梁介一看 我去这什么玩意儿啊 接下来一个弯道 拓海又进去了 这下差别顶到FC 决胜点就在钟离翼看的这个弯道着 钟离翼跟生物 踩到底是外线还是内线 这时候霸六从外线操车 两个车同时漂移 初二FC零线 但FC向外侧侧滑了 霸六从外线挤进内线 超越FC 霸六扬了 下述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习接听哭了 大哥诉了 阿木也哭了 乐的 店长给文台打电话 告诉他 拓海创造了新记录 钟离翼让生物离他远点 杀雪降约拓海 让真指去约持骨 梁介对拓海说 你很快 下次见